國際大廠要來台設AI資料中心 行建院卻承認北部電力不足 台電董事長曾文生竟然聲稱 因為AI資料中心用電龐大 對於桃園以北地區 5MW以上資料中心不再核准供電 高科技產業要到支持電源開發的 縣市發展 不希望目前這樣的規劃 反而犧牲掉產業的發展 甚至讓很多的外國企業 卻步這對整體國家競爭力 也都是受到影響 北部縣市首長都搖頭 藍尾炮紅曾文生這份說法 背後別有用心 根本是為獨厚南部民進黨的執政縣市 這一次是非常糟糕的一個政治算計 缺電缺到要進行政治配電 他在挑起南北矛盾 掩飾自己的能源政策的失當失能 就是對北部進行情勒 如果你們想要有這些大型AI的資料中心的話 那你就要讓我建電廠 你就要讓我在那邊建天然氣接收站 專家也痛批 北部核一核二和未完工的核四 全在明鏡島非核家園神主牌下覆滅 反電力開發的苦果 如今卻要北部民眾來承受 如果你不是去執行非核家園政策 核一核二它可以研議 核四你早就重啟 到了現在已經開始發電 裝置容量有594萬千瓦 北部怎麼可能會缺電 甚至六部核電基礎都能夠發電的話 甚至可以北電難受 難道就是鼓勵中南部的火力發電廠 火力全開 用中南部的人的費來發電嗎 明鏡島堅持廢核 從民生到產業 百姓要承擔的代價實在太大 記者楊潔曹丁凱SNG小組 採訪報導